第153集 致命要挟 既然如此 在下愿意帮助先生一个大忙啊 楚阳微笑道 先生 带着这么多的金银财宝上路 着实态势沉重 在下虽然也很怕辛苦 但一向慈悲为怀 助人为乐 也只好帮助先生解决这一大难题啊 他沉吟道 先生将金银等物尽数的交出来 只带货物上路 想必能够轻松不少吧 承云鹤愣住了 这少年温文儒雅的说了这么一堆 居然来个更狠的 居然想要全部打包 把金银全交给你 我们只带着这些货物上路 这货物有个屁用啊 恐怕到不了大兆 就全都烂了 承云鹤勉强地笑了一声 可笑 这太过了吧 过了吗 楚洋淡淡笑道 咱们只是讨生活啊 而且也只是玩玩 不当真的 只是想要找个乐子而已 不过 若是我们不高兴了 诸位的消息 我们也可以通知一下楚延王 让他来问问诸位 相信 比我们现在谈话 要愉快得多吧 而楚延王要的价钱 恐怕 诸位更加不愿意付出吧 您说 我说的对不对啊 承云鹤心中重重的一阵 目光一闪 疑惑地问道 阁下这句话 在下很不懂啊 真的吗 楚洋的脸色 渐渐冷了下来 老二 你马上快马回去 去补天阁禀报一下 就说 发现了 金马骑士堂人的行踪 好 孤独行 一拨马头 两腿一夹 驾 一个武尊飞心而出 大声喝道 留下 孤独行冷笑一声 突然从马背上飞身撤来 常见与对方的剑啪的一声接触 身子飞鹰一般的掠了出去 这一掠七八丈 身法轻巧灵活 速度极快 那位武尊高手胸口如被雷击 脸色一阵苍白 承云鹤一方 众人同时变色 只是看着身法 他们就知道 就算自己的人全部一起动手 也留不下这个人 且慢 承云鹤心头一阵苦笑 怪不得对方如此的有恃无恐 原来是识破了自己这些人的身份 前来要挟 不得不说 这是个巨大的把柄 而且对方算准了 自己不能不接受他的要挟 因为这六个人 个个都是高手 自己绝对没有把握将他们全部留下杀死 一旦冲突起来 自己这些人一个都回不去大赵 只要对方握有这样的把柄 那么对方对自己就是欲取欲求啊 更何况这边的消息 第五轻柔还不知道 自己身负重任 必须要将消息带回大赵 你想要什么 承云鹤问道 既然话已经说开了 也就不再遮遮掩掩 楚阳得意的笑了笑 不过是想跟各位交个朋友而已嘛 他已经感觉到 丹田中的九节剑剑尖 靠得这个中年人越近 躁动就越大 这个人身上 定然有着什么天才地宝 或者是奇异金属 要不然 九节剑剑尖尖不会有这样的反应 程某人也很想交阁下这个朋友 承云鹤冷笑一声 说出你的企图吧 在下只是想要从这车队中 自己随便的找些东西 楚阳冷冷道 比如一个人 一个人 程云鹤心头大大的一松 对方知道自己这些人的身份 却并没有想要斩尽杀绝 只是想寻找一个人 那么他们要的人 不外乎就是鹰无法 但现在的鹰无法 就算让他们见到了 也不会有什么大碍 既然小兄弟想要自己寻找 那尽管寻找就是 程云鹤含笑说道 不管看上了什么 程某都拱手相纵 绝不会有半点流难 楚阳心中一紧 他凝目看着程云鹤 心中不由得有些奇怪 逃走的那位王座 肯定就在这马队之中 但是这个人为何一点也不慌张 这是什么缘故啊 楚阳相信自己已经说得够明白的了 程云鹤一挥手 所有人让开大车周围 转过头对着楚阳 请 这时 季墨和那位高手 早就已经停止打斗 围绕了过来 在那家伙身上 清晰的几道血痕 眼眶也变成了黑的 季墨身上 却只是多了些尘土 显然 这次较量 季墨获胜 程云鹤和几位金马骑士堂的武尊 看到楚阳等人的站位 忍不住皱了下眉头 这几个人 除了楚阳和他身边的那个少年之外 其他人都是呈长线型分开 这种阵型不是自我保护 但却能够保证最外围的那一个 无论遇到什么攻击 都能够迅速逃走 没人拦得住 而且一旦动手得罪了对方 那么对方逃出去一个 自己这些人就是灭顶之灾 程云鹤皱眉不已 对方这几个人年纪虽轻 但却配合默契 而且对自己这边的顾忌 拿捏得准准的 让自己根本无处下手 楚阳和顾独行两人当先 一辆马车一辆马车的搜寻过去 顾独行在前 楚阳在后 顾独行有一个很明显的动作 似乎是下意识的 在查看每一辆马车的时候 他的手都放在马车上 一路无意识的这么划过去 而在这个过程中 程云鹤就跟在两人身后 一路咯吱咯吱的踩着雪地 绕着马队一侧 缓缓查看 每经过一辆马车 顾独行就摇摇头 点点头 与楚阳目光对一下 没有发现 一直搜查到最后一辆马车 还是没有任何发现 楚阳顿时心头有些惊异 这些马车里面 完全没有生命痕迹存在 而逃走的那位王座 看那天的伤势 绝对不可能自己行动 也就是说 不可能隐藏在队伍里面 这是怎么回事呢 难道他因为伤势严重 不变远行 留在了铁云城里 承云鹤含笑赶了上来 不知道公子需要些什么呀 尽管拿就是嘛 无需客气 楚阳凝目看着他 两久之后 缓缓说道 阁下应该知道 我想拿的是什么 名人不说暗话 何必在我面前 来这么一套虚的呢 承云鹤微微一笑 笑容里面有几分悲气 在下自然知道 可在下却也无能为力呀 哦 他在哪 楚阳沉沉地问道 就在这 承云鹤深深地叹了口气 只可惜 阁下再也得不到他了 愿闻其详 楚阳目光一闪 心中隐隐生计一种可能 心道 难道这么巧吗 王座一惊 于是长辞 承云鹤的眼中 又压抑不住的泪花在闪动 声音嘶哑 我们 此番乃是 扶灵回归 死了 楚阳难难地说道 那天 被恐伤心拼了命 才救出去的那枚王座竟然不声不响地死了 尸体可在 顾独行两眼一番 尸体 承云鹤大怒 难道你们竟然要对死者不敬 你说死了就是死了 顾独行眼皮一番 冷冷说道 我可没见到 四周所有高手同时手按剑柄 满脸怒色 阴无法服下了孟魂叶一事 只有承云鹤一个人知道 其他人都不知道 所有人都知道阴王座已经死去 心中正是悲愤不已 此刻 听见这个家伙居然想要亵渎死去之人 吾不是一愤天鹰 楚阳目光闪动 耳听为虚眼见为实 阁下要知道 你的言辞并不能让我们相信 我们之间还没有那种交情 若是不交人 阁下这一百多号人 恐怕就要陪着阁下你 在这冰天雪地中 客死一乡了 好 承云鹤目光闪动 在这一刻下了个大胆的决定 跟我过来 他大踏步地走到第二辆马车旁边 阴王座就在这里面 马车底座打开 却有一整块完整的锯木板 足有两尺厚度 然后将上面的木板揭开 顿时一股寒气扑面而来 只见里面塞满了冰块 在冰块包围之中 一个黑衣消瘦的人体 毫无动静地就在里面躺着 双目紧闭 这人的身上 毫无半点升级波动 显然是一具尸体 而这种塞满了冰块的方法 也是完整的保护尸体的措施 里面黑衣人的脸上 头发上都是冰霜密布 倘若是活人的话 绝不可能一点的身体热量也没有 楚阳看得真切 正是那天抓捕自己逼供的那个人 果然已经死了 楚阳心中觉得这件事情有些离谱 这被一带王座 怎么会死得这么容易呢 似乎在回答楚阳心中的疑问 承云和悲伤地说道 王座本就受了重伤未愈 被包围的时候 实力只剩下不到二成 等到他突出重围 赶到我们那里 已经游进灯窟了 王座先去之后 在下等人为王座清洗身体的时候 擦现 承云和声音沉重至极 王座身上 大大小小的伤痕 多达一百三十七处 一百三十七处 楚阳心中一震 在大战之后 楚阳曾经召集所有 曾经跟英无法动手的人 和看到的人 统计了一下 英无法的伤痕 应该在一百处左右 此刻终于证实了这个数字 两人看了一会儿 对望一眼 都看到对方眼中的意思 真的死了 死者为大 这个规矩 不管在任何时候 都是适用的 若是对尸体不敬 恐怕会沦为 整个天下唾弃的对象 因无法死了 自己前来也就变得毫无意义 楚阳一时间 有些说不出的感觉 虽然心中还是不相信 一位王座就死得这么轻轻易易 但事实却摆在面前了 顾独行上前一步 伸出手就要感受一下 顿时四周一片大喝 你干什么 顾独行冷哼一声 豁人转身 看着这帮情绪激动的家伙 冷冷说道 闭嘴 说着话 按着剑柄的右手 无声无息的移用力 做出一个细微的怪异的动作 一道肉眼难见的劲气 无声无息的飞出 侵入了躺在冰块中的 因无法的双腿 顾氏家族独有的无形陷器 这一招 那是顾独行 生怕因无法是炸死 而失出来的 也是最不容易让人发现的 一种试探办法 只要是活人 受了这么一下 无论如何沉得住气 也不能忍住两条腿 被废的感觉 但因无法安然躺着 确实没有任何反应 然后 顾独行案件 昂然对峙着面前的一伙人 过了两久 才露出个失望的脸色 我们走吧 楚阳失望的叹息一声 啊 既然人已经死了 我们也不为难你们 说着 走上前去 站在成云鹤对面 深深的看着他 本想用灵药 结一份善缘 也为我们兄弟将来去大兆 做个铺垫 没想到 竟然是如此结局 你们要去大兆 成云鹤双目之中 金光一闪 对楚阳所说的灵药善缘 压根就当作是放屁 却对后一句话敏感起来 未必 或者也有可能去无击 楚阳笑了笑 漫不经心的说道 本就是试炼而出 到何处不是去啊 成云鹤目中金光一闪 诚挚的说道 那是自然 倘若各位来到大兆的话 千万记得来找在下一续 容在下一尽地主之一啊 说这话 拿出一个玉牌 递给楚阳 这上面 乃是在下在大兆的柱子 小兄弟不妨收着 有时间过来喝上一杯 第153集到此结束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我们来的订阅 使我试炼 我们来的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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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看 我们来的订阅